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曾国藩,相信大家肯定都知道 他是晚清的一位名臣 更是被推崇为中国近代的第一完人 俗话说,富不过三代 但是曾国藩去世之后 他的家族呢,却还是富贵了上百年 而在这期间,更是没有出过一个顽固子弟 这和曾国藩教育子女的方法分不开 曾国藩教育子女呢,就是让子女名记住 这十六个字,家俭则兴,人勤则贱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两个字,勤与俭 因为出身平常的农村家庭 所以呢,曾国藩对于勤与俭的理解 要比平常人深刻 他一直主张家庭如果要保持兴旺 那么就要牢牢的记住这两个字 只有这样,家族才能够一直的持续繁荣下去 曾国藩虽然位列三公 但对于子女的要求特别的严格 他从不准子女睡懒觉 也不准子女呵斥仆用,轻慢邻居 能自己做的事,绝对不能够让仆用来做 男孩子要扫地,种菜,女孩子要做饭,织布 更是教育子女在家要尊老爱幼,不能够仗势欺人 而女孩在出嫁以后也要尊敬公婆 大人更是要给孩子树立很好的榜样 即使曾国藩常年在外公务繁忙 也会坚持在深夜给子女写信 以此来鞭策孩子 他也坚持每天写日记 直到临死的前一天才停止 其实在曾国藩留下的家书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 他会让自己的孩子干一些下人们才会做的活 比如说时柴时分 更有一些家书是这样要求自己的长子 每天天未亮就要起床 而起来之后呢 先扫院子 然后坐下要写一千字 而这第一个字就必须要写简 作为父母 如果只会给孩子创造优越的条件 而不会教育子女 我想即使家财万贯 也终究会应了那一句 富不过三代的俗语 本期我们就说到这儿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点击关注支持我们 下一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